Hello 大家好 我是梁雨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是德国红堡 这是一个德法边境的小城市 那么最近呢 德国的疫情人数也是在不断的增加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在德国的一个生活情况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钟 我们出发去我家附近的一个森林里面跑步 那里空气非常好 而且几乎没有人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我这几天跑步的森林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空气非常的好 那我平时端累的话 其实是在健身房进行的 但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健身房 电影院 剧场等 各种娱乐场所都已经关门了 这是独虫场 这是那个儿童乐园 都是没有人的 这里呢是我们小城的电影院 现在也是关门的 这一家那个咖啡 我平时生意很好的 卖冰淇淋的 现在也没有人关门 这是我平时去的健身房 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都是没有人现在是关门的 我们家平时是做中餐厅的 那么根据国家的要求呢 现在餐厅是可以营业的 规定时间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 那么我们家呢是从这个星期一开始自主的一个全面停业 我们现在已经到家了 像刚刚大家可能也有看到 街上几乎是没有人戴口罩的 像我们平时去人多的地方的话 我们会选择先戴上这样子的 先在里面戴上口罩 然后再拿一个这样子的围巾 这样子围住 其实像这样子的戴法的话 也是为了避免很多人看你的尴尬 我觉得也是可行的 最后呢希望所有的海外华人和留学生都能够保护好自己 做好防护措施 经常洗手 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 记得一定要戴口罩 还有跟人保持一个两米的距离 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的度过这次疫情 加油 加油